郭民眾這棵種在開蘭路上的水黃蹄 遠遠看是不是有點像烏龜呢 有嘴巴開開的龜首 大大又圓圓的龜背 加上龜角懸空 龜尾則是靠在屋簷上 所以附近的民眾都覺得真的很像 沒有啦 它沒收啦 那看生什麼 有生菇啊 有生菇啊 對 我看真的不像 對對對 它本來有在擠菇而已 擠菇對嗎 那現在櫃子呢 櫃子也生菇啊 你說怎麼像 頭尾都有 腳也有啊 還有骨頭 所以看有像 有啊 有像 更令人稱奇的是 這棵樹的主人 就是長期養財官龜的林碧人 因為跟烏龜接觸三十多年 想不到現在連家裡種了二十多年的水黃蹄 沒有經過任何修剪 就變成一棵龜樹 連他本人也料想不到 差不多幾點 骨頭又吹的 鮮噹 還有兩隻腳 還買 還有一個山 如果我們這個不敢吃 阿阿阿媽跟我說的 他點才可以 說阿阿阿阿阿 你那種骨 齊骨齊到齊穴 變成骨出來 有人說他說有成 對啊 他說看很像 他就像說這麼像 他就像這樣 我們沒有 不是用到太正的 變成骨型 沒有啦 他就從來這樣變 有啦 有啦 你跟我說生了菇形 生了菇的 像我生菇 自己感覺什麼樣 因為是不是你真的 像菇 像他幾萬隻了 差不多 菇 差不多幾隻 菇喔 要用牠生長 要用牠玩牠而已 因為我已經生了三十多年了 像菇 像我都變成菇 感覺什麼樣 民營也要變菇了 想要來看這棵龜樹的民眾 只要站在投層公所前 往開籃路望去 再加一點想像 就會跑出一隻綠色烏龜來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